各位朋友 你們好 過去又很忙 過幾兩個星期 現在深夜1點鐘 我已經錄了一些影片 隨著這段影片一直上傳 現在先講講傳承熱話 因為《東張西望》已經播完最後一集 我的確有感而發 因為我都希望他最後一集 就有一些轉機的傳媒 當然《東張西望》導演 都做得非常專業 他一開始就知道可以引起傳承空洞 因為這些話題 說真的 在香港的社會上已經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封面上寫著 可憐 可悲 可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現今的社會 很多這樣的個案 這是突顯到我們的社會 已經活絡到很差 去到第三世界 因為這些已經潛在了我們香港十幾二十年的事情 現在《東張》當然一直爆發 社會上很多這類型的問題出來 其實大家都看回 不難找到的 在YouTube上一打《東張》說 就是騙公屋、假結婚等事情都很多 假結婚 其實他們叫做編婚 其實就不是編婚 因為他們有組織地做假結婚 好 可白這件事 其實看完最後一集 應該都 又說他的兒子出來現身 當然那些是讀稿 有機會是 因為一個十八歲的男生 沒有理由說一些話說到這樣 古怪怪的 你說他是真心說的 又不是 善稿說的又不是 也有點古怪 因為他說話的時候也有點鋪排 最後才說他 我為什麼會先說這個可白呢 首先在十幾二十年前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年輕一點 也有幫助一些記者朋友 就是一兩個記者朋友 他們要一些沙麵口的人 去跟進一些事情 其中一件事就叫做天仙局 以前在深圳那裡 就有很多地下賭檔 諸如此類那些 或者夜總會那些 通常他們會設局去騙別人的錢 他的目的是為了騙錢 很少收賣人命 如果是收賣人命那些 就是湯神那些 可能 真的是一個黑暗面 他們可能在那些地下賭場 賭到沒有錢還 那就據過神就 這些事 就是社會的黑暗面 正常的普羅大眾 未必接觸到 那天仙局是什麼呢 其實 他是沒有分年齡限制的 只要 如果是一些馬甩老 那就找個美女去迷他 看看他喜歡什麼類型 就找個女人去迷他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 是馬甩老才會上當 原來女人都會上當 女人都會上男人的當 是一樣的 這批正是這樣的 給我看 以前有些 那些 撈開地下的 都說過 天仙局 其實是來來去去 都幾樣東西 其實天仙局很舊 不過 他找個目標 就很精彩 怎樣呢 天仙局 第一件事 一定是 要找一些 就是 無論男女 老友 要找一些 比較寂寞一些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因為如果他不寂寞 他不會主動去黏在你那裏 或者你給他小好處 他也不會黏在你那裏 第二件事 就一定要有小聰明 例如表面很厲害的人 因為他有小聰明 就會牽引到 第三件事 就是一個貪字 因為有小聰明的人 他很喜歡貪小便宜 有小便宜 他多數都不肯放過 尤其是 如果更大的便宜 他就更加會黏在你那裏 所以天仙局 雖然是這麼舊 但是 他無論男女老友 都可以中到的 那 這對 正正就是這樣 其實他是男女 男同女 其實都各自擺出自己的天仙局 一湊起來 剛剛好 首先這個可白 現在很多KOL 都找了他很多缺點 原來他是好吃冷飛之圖 有些KOL 這些人身攻擊的事 我就不理會了 因為他怎樣都不關我的事 但是 正正就是中了那三件事 他身邊 即是認識他的人 所謂街市的認識他的人 都說他很見譚 那樣東西 有時是喜歡請人吃飯 接著是穿金帶人 這個就是認識他 對不對 你經常在街市上 即是三不識七 你都要說一下 回答一下爹 這些就是寂寞 對不對 好了 接著貪是甚麼呢 他的貪就是 其實 怎樣可以引發到他的貪呢 就是因為那個小便宜 即是在這條片裏面 就說 這個新的何太 即是 一認識他 就馬上獻身 很多東西 大獻欣勤 嘩 這個可白還不貪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擺去天星局 剛剛好 臭味相頭 這叫 好了 他們其實 怎樣夫妻 怎樣爭產 其實那些事情 很多KOL都說過 甚至乎他們之後 可能都會上庭 那些東西 都將會跟進 大家可以繼續吃花生 繼續看它 好了 不過裡面 為什麼我說可憐呢 就是 首先我先說這個新的何太 因為現在 國內的價值觀 很多人都還是 比拼 錢 錢 誰鬥錢多 就有非事 他們又是要這種非事 他們不是鬥 多少才能 做人怎樣去行政道 他們不是 給這些 一坐就鬥錢 誰有錢就坐一堆 這些我見很多 或者各位朋友都見很多 這個價值觀是很差的 這個價值觀是第三世界的價值觀 但是我猜不到這個 這個新的何太 43歲 都還是保留住這樣 真的很可悲 應該這麼說 很可憐 因為 比他再年輕 30多歲的 都已經降低一些 然後到現今的二十多歲的 國內的年輕人 他們已經知道 原來這樣去想事情 是有問題的 錢是要賺 但是要有知識地去過生活 這個就是 中國現今 為什麼會這麼輕盛的 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不是靠這個新的何太 這一類型 因為它是屬於一些低技術 甚至很守舊的東西 其實這些是現今拖累中國人 拖累中國人的社會 甚至現在來到香港 簡直影響了我們香港的形象 因為外國人一看 你香港搞這樣的事情 跌到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才做這些事情 你賣身 大哥 你不是賣身壯婦 是不是 你是賣身求榮 現在 其實說真的 跟援交都沒有什麼分別 你說怎樣真愛 我現在逐漸去分析你 不是真愛 這個 因為在這條片裏面 各位觀眾朋友都看到了 主持人一問你 你愛他什麼 你回答不了 跟著那個男人說 你愛他什麼 對我好 跟著這個 這個新學者就是對我好 那怎樣對你好 才可以的 買一張額 買一張標 這些 其實這些 不是 對你好 這些是一個物質的交換 這是一個交易 你用了一個 別人買東西給你 跟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去勾引一個富豪 都是為了錢 和這些物質的東西 其實 就這樣看 這個河太已經是 這個新河太已經是一個 看電視 可能是一些歐心德國戲 一些名門望族戲 看壞了路 好了 那麼 在這條片裏面 首先 為什麼我說他們一批都是 很可憐 首先 就是在這裏 因為 TB這條片 就有版權 那我就不負負了 免得影響 Youtube的問題 那我就 非 首先 我撤錄了 我自己做一條片 首先這一段是說什麼 大家朋友都知道 這個 這個可白 看一看那邊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 首先 為什麼這麼矚目 就是導演好東西 剪了 首先就是問 就是 這個 就是記者主持 問 可白 這些錢到底怎麼搞的 可白就說 這些錢 原本就是 就是 等在這裏 然後 就是 如果他死了的話 那些子女可以承繼 當然這個新河太就說 這句很出名 就是說 你用詞好一點好嗎 是處理 不是承繼 他怎麼承繼得到呢 好了 這東西 已經是狐狸味巴 好了 然後下去這裏 然後他拿錢的時候 好了 來到這一段 另一段 因為我截錄了 他就說 可不可以 加上 這個新河太就說 喂 為什麼要開聯名戶口 就是為了要防女兒 防女兒 喂 你防女兒是什麼 是不是 那些錢 上一段 就說 喂 想著他們 死了之後可以承繼 喂 這裏又說要防女兒 喂 這裏就是背道而馳 就是反映了 其實 這個 所謂 新河太 就是已經是 想掌控著它 哇 想著一塊肥豬肉咬下去 咬到了 哇 是不是 四百五十萬 這個可白 有什麼能力 可以找到四百五十萬 回來呢 現在很多KOL 都找了他的問題出來 原來他就 就是平時 都沒有什麼貢獻 原來是那個 原配 就是舊河太 就和他一起死坑死帶 然後買了一些房子 然後這個可白 原來有些賭引 那這個也是人生攻擊 就是這些 他個人的東西 那我就不說了 那 這塊錢 就和他還了一些錢之後 那剩下這麼多 那舊河太就說 喂 這些錢就留在這裏 那 那 如果那些子女有爛 那 就拿去用 那 就是諸如此類 那這些 又是死無對證 因為舊河太也不在這裏 那這些說話 就是 都是以我傳我 又說是舊河太的妹妹說 那這些 我就 沒有真憑實據 就不應該去說他了 那 那 他可憐的程度 是發生了什麼情況呢 就是 由這兩人片可以看到 這個可白 就是由一個普通的正常人 跟著被人控制住了他的思想 那這招很高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大家都在擺天津角的時候 咦 這個可白就想著有舊東西揍手 對 保持自己用 喂 喂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對著電視說 那你這個人多爛 那 那 那個 那個新河太也以為他是金磚 來的 因為他買這麼多東西給他 嘩 在那裏移動一下 二十幾個 對了 二十幾個 嘩 很闊著 但原來 咬到他的時候 可能這二十幾個已經是 這個可白呢 全部的現金了 可能剩下幾萬元左右 或者剩下十萬元左右 不管他 那 接著這個 新河太也發現有問題 喂 只有這麼少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只有這麼少呢 我現在就 預計這個 新河太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都見過很多這類型的人 那麼 只有這麼少的時候 這個新河太就在那裏計算了 這個可白 七十六歲 是不是 好了 我當你以前 報大了幾歲 七十幾歲的人 都有機會報大 以前拿了身份證的時候 那我不管他 那我當他是正常 七十六歲 一個女人又怎麼會 有婚姻經驗的女人 又怎麼會不會計算你呢 還有多少年命呢 對吧 這個可白呢 他自己呢 都會有些問題了 他設這個天津局 其實大家 互撼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有些吃虧了 好了 好了 這個新河太就在那裏計算了 喂 我扣你二十幾萬 可能要服侍你四年 因為四年 他已經八十歲了 八十歲 不要玩了 一個人去到八十歲 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身邊的朋友 親戚 或者家人 你去到八十歲 會怎樣呢 或多或少都有病痛 接著要有人照顧 就算你很健壯 去到九十歲 好嗎 那這些很少 有這樣的 即是很健康的存在 很少的 尤其是這個可白呢 就是拿著啤酒 在街市那裏出入 那種東西 只是新官都玩死他 因為那裏 喂 那麼多人出入 一個老人家 又不知道誰是新官 又不知道誰是流感 還不死 這些東西 好了 他為何會 即是可憐呢 就是 喂 計算數 用回國內 即是一些腐敗的思想 現在叫 那你計算錢 喂 我二十多萬 照顧你四年 喂 這條數很差 對不對 我當你那裏三十萬 不要理他網民說 三十幾四十萬 不要理他 當他三十萬 四年 你脫開四 喂 大哥 每年 只有幾皮 怎麼行 現在還要迫到 這個可白還要住在他家裡 死火 可白可能剩下很少 cash 大鑊 一計下去 喂 買菜都虧了 哦 有沒有多一點 當然 現在她是兩夫妻 睡在一起 當然是聊聊天 輕輕輕輕 當然這個可白 很厲害 這個女人也公心計 就是這樣 一拍 聊聊聊就說 喂 不如做生意 這麼年輕 可白有魄力 新何太就說自己還年輕 不如又試試做生意 喂 還有沒有錢 這個可白當然是認屎認屁 原來現在的網民就說 那塊錢根本不是他 當然 揮霍得很豪爽 哇 這個新何太就來了 可能這個可白傻傻傻 就跟她說 喂 我有四百五十萬 喂 四百五十萬 嘩 如果這個新何太一聽到 眼睛都發青光了 怎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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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 就開個價 一球東西 一百萬 做生意 是要拿一百萬出來 嘩 做什麼生意 哦 他在想 如果你買貨 因為他之前都說 他在街市買一些花架 咦 一百萬 我在想 咦一百萬 都可能可以做 因為你一百萬 買貨回來 再買出去 轉手 當你賺十幾二十個巴仙 咦 有了 而且轉手 如果你有門路 都很快可以轉手 咦 咦 但發現 他在說 做飲食 然後 問他做什麼飲食 不懂 喂 不要玩 你想做生意 拿一百萬出來 然後 然後 在這條片裏 裏面 又說 預了虧 喂 什麼叫做 拿一百萬出來 預了虧 然後 這個 可伯 傻一傻 很厲害 就說 我有四百五十萬 你虧了一百萬 就預了 嘗試一下 我虧了 還要說得多豪氣 嘗試一下 虧了 我還有三百五十萬 他心裡是這樣想 嘩 這一種思維 可怕 你輸了 在天津局裡面輸了 你以為 你擺出的天津局 可以撿到一個人回來 照顧你 嘩 虛寒問暖 還有性關係 嘩 你又想得很好 但女人真是贏了你 她想著拿這100萬的時候 想著很容易去銀行 看看怎樣拿 這裡有一個破綻出來了 這個破綻是甚麼呢 這個可伯就說 去銀行都可以提款拿出來的 罰息都不要緊 我會拿出來的 這個已經是破綻 破綻是甚麼呢 她其實在銀行想著拿錢 其實她早就知道可以單簽拿錢 否則她在銀行罰息都能拿錢 因為她的弟弟肯定是甚麼 已經說了弟弟跟她翻臉 怎麼會跟她一起簽名呢 這個就牛頭不打馬嘴了 也暴露了她有問題 她的思維有問題 即是一些股額者的思維 好了 其實她已經知道單簽可以拿錢 不過她一屈女就說 為甚麼她可以單簽拿錢 順便拿銀行 那銀行呢 喂 看到你這樣的狀態 這個又不知道是誰 喂 她也可能是保護存款金柱呢 對吧 那 這件事又不要理她了 那馬腳都露出來了 真是老糊塗了 那 在這裏我替她很可憐 為甚麼呢 在後面這裏 她說去做生意那裏 大家一路看著這片 大家一路做生意 大家一路做生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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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做生意 這裏 好 那她呢 就說 自己 很聰明 很聰明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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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出事了 這裏 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她 應該現場 有個導演 跟著有個視影師 這裏 因為她的視線 是不斷指著兩個視線 說 我很聰明 我還要去中山投資 有得做 這裏 不要玩 跟著 這個 新河太 就不斷 掙掙掙掙掙 但這裏 可白是亢奮的 這裏 兩個都不斷不理大家 這裏 可白在這裏 估計 我還要去中山投資 我以前做過 這裏 發生什麼事 中山投資 沒有人沒有物 中山投資 即是暴露了 這裏 可能在那裏 有地盤 或者熟路 又或者在那裏 有相識 這裏不奇怪 這裏 因爲這裏 可白在中山那裏 應該沒有熟人 估計 就算有熟人 也可能是親戚 這裏 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當它不是 好了 在這裏 這裏 那裏 女人會不會慫恿她 說 喂 這些錢未必是在香港用的 我可能在中山那裏 有地方 那裏 喂 不要玩了 你上得去中山 這裏 就什麼都沒有了 是 表面就開個檔口出來 那個檔口 隨時租別人 你還可以 那裏 然後 不是 什麼都虧了 是不是 然後再問你拿錢 這些 我們看得太多了 是的 他們經常都說 喂 你們不明白裏面 我們 普通人當然不明白裏面 但你太看蕭這個世界 這個新河太 那這個 可白 就 認威 認死認屁 他當然是蒙蔽著的 但這裏 我看到他很可憐 為什麽呢 他的確是有個腦態出現 因為他對著那個導演和司警司 不斷認得 不斷認得 這下 就代表了他已經的腦 已經亢奮到一個階段 他已經是一個叫腦頑固的狀態 他覺得自己一定可以 一定是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一定對 這些正正就是 我媽媽腦退化的時候 我又說回腦退化 因為腦退化的確是很可怕 在這個世界上 這一種這樣的行為 你不要以為它是很正常的行為 其實它不正常 因為 通常一個腦退化的人 他可能跟平時的行為完全相反 又不定 甚至乎他堅持自己的信念 不管是否正確 總之用往直前 一旦有人說他不行 他就大發雷停 我相信這個可怕已經是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那些子女有機會 都要說真的 要看著他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 一個腦退化的人 他的確是反常的 好像撞了斜一樣 再加上這個女人 灌一些不知什麼湯 又說迷湯 在這裡拆了話題 我講講 其實迷湯是什麼呢 其實迷湯很簡單 我們以前拍過 其實他不一定要用藥也可以 只要那個人 有差不多一年多 他又有一點點功血壓 功血壓是優先的 為什麼呢 他一用那些很滋補的東西 例如他說到湯裡面又有人心 又有 菇類又有些 嘩 嘩 心啊 花旗心啊 這些東西 其實呢 如果那個劑量是濃烈的話 即是比較 比較深味一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令到他血壓升高 跟著亢奮 他達至到他飄飄然 即是好像喝了酒 很黑的狀態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更卑鄙的當然是落藥 在後面那裡 主持人問他 喂 在網上都說 有些人說 你在湯裡落了些偉哥 那樣東西 是不是 他就擺出一副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唉呀 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這個動作 其實正正就暴露了他 他根本上就什麼都知道 為什麼呢 經歷過兩段婚姻 你經歷過男人 經歷過床上的事情 你怎麼會不知道這些東西呢 喂 最低限度避孕 你都知道了吧 如果不是你和何生 真的搞過事的話 那就真的生了一個 是不是 其實怎麼會不知道呢 不過他很軟轉地 又說沒有印象 又說不知道 諸如此類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越來越差 即是他踩下去的淘汰 就越來越深 明明說謊 更加說多了 好了 這裡就是很可憐 其實他兩個都不會有好下場 以我的經驗就這樣看 因為為什麼呢 可白四年之後80 這個四年之後47 即是接近50 還牽著兒子 大件事 現在就是靠可白買給他一點 然後他 不可能沒有積蓄 到底有多少呢 相信東章會逐樣滑出來 原因是為什麼呢 原因就在這裡 這個破綻這裡 這個呢 就是他說幾年前買了幾年的珍珠鏈 所以我們推斷 我們推斷回去 2019年 我們香港暴動 對 接著 新冠 四年 熬下來四年半 好了 熬下來四年半 你說買了幾年 即是買了幾年呢 如果他離婚了五年 按照估計他大約是2019年離婚 大約是差不多 或者是2018 給你 好了 你在那個離婚階段 咦 怎麼會有錢 在大陸買一個兩萬多元的珍珠鏈呢 那我就要開開Furusoc 和大家去看看 我開Furusoc就會方便一點 首先呢 這條珍珠鏈呢 他就說是在幾年前買的 我們計一計 幾年前我們經歷了新冠 接著到2019的暴動 他又說他自己離婚了五年 好了 無三不成幾 他這裡說幾年 到底幾多年呢 他說他自己離婚了五年 好了 又離婚了五年 那麼 按照數回去 應該是2019年 或者2018年了 他說在大陸呢 就說買了這條鏈 好了 他可以說到很長 可以的 整十年買就可以了 是吧 但無三不成幾 你離婚了五年 我就當你是大約是那個時間 好不好 好 來了婚的人 正常是結局的 要生活 就不會突然花錢 去買一條兩萬多元的珍珠鏈 我看過的光澤 是像真的 因為這些 還有看過他在外面街 大那條的應該是跟這條一樣的 好 因為那些珍珠 其實上鏡 就很容易知道它是真還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帶過之後 它本身珍珠它自己會吸油的 這個面子會比較油順些 還有真和假 就很容易分的 因為真那些 如果有燈打下去 甚至陪有光打下去 它會很立體 會有一種漸變的立體感 通常我們上鏡 尤其是看珍珠廣告 或者我們拍的珍珠廣告 一拍出來要真 就是要拍到它立體的效果 如果沒有這種立體 根本上那條鏈 就是那個珍珠 十幾月期久都是假的 這個大家可以看回它 出家戴的耳環 但是我相信它有小部分都是珠魚繩 因為那些一反光出來 很假的 一片白的 但是真的 的確是色澤很立體 這個呢 現在圈緊這個位置 就是它應該是它在展示 兩三卡的鑽石 旁邊的錶應該是真 因為它也是帶著出鏡的 好 這條鏈就是它露出來的貨賺 因為你如果沒有開飯 你不會買到一條兩萬多元的鏈 不會的 通常你 即是 即使你怎樣貪美也好 你怎樣也有夠錢 你才會買一條兩萬多元的鏈 除非這條鏈 不是它用它的錢賣 也可能是前夫或是她的男朋友 或者不知道誰送給它 諸如此類 這也是有機會 不過在它口中 就是它自己買兩萬多元 那就有問題了 應該它這個積蓄都不少了 通常你買一條鏈 你起碼都有十萬元 我當你 你才捨得用兩萬去買 只剩下八萬去生活 或者七萬去生活 即是你不會 只剩下三萬元 你就去買一條兩萬多元的鏈 那就剩下幾千元嗎 或者剩下幾個水 會不會的 對吧 很少人這樣做 這就暴露了它自己 可能是有一塊的積蓄 它就應該是哄這個可白 誰知道 它看著可白 嘩 那樣東西很圓� 你看到可白也是大 你沒有 那樣東西很圓� 你看到可白也是大 你沒有 很圓� 這就大件事了 這些行頭的東西 原來 可白可能已經是全部的現金 然後再拿錢 就要經銀行 糟糕 在這裏 這個新賀太 就肯定是千般大話 而且它應該是收了一塊錢 不論它在大陸那裡有房子 那樣東西 到底是否那些前夫買給它 又不知道 但是它本身應該是有一塊錢 但是不知道收了去哪裏 或者它是儲著一塊現金 那你載不到銀行就有錢 通常如果是隱藏財富的人 都會做這個動作 就是要不就買金 就是等一塊錢在家裡 要不就等一些現金在家裡 那就查不到 因為銀行沒有數 對 好 這裏就暴露了它這麽多東西 好 然後這裏就重要了 這裏 觀眾朋友要看一看 我看到它有幾重的性格 我現在這個畫面 我特地放大了 這個新賀太 在港這裏 現在我手指在圈裡 或者我蹲指在圈裡 其實它是跟主持說 這些是朱義繩 因為它剛剛說了一袋是朱義繩 這些手式都是朱義繩 我相信它這些手式是朱義繩 因為它反攻的時候偏白 沒有納費感 應該也是 接著就說剛才那條鏈 由它的動作表情 它就說 它一開始就說 這些是假的 這樣就突顯到它 其實它都有純真上鏡那一面 在這裏 它應該是很… 即是它認為這次上鏡是很重要的 因為要大些東西上身 你知道 一些很守舊的人 有得上鏡 當然是穿金大人 這個突顯到它的思緒為落後 而又是這一段 我炒開了話題 不好意思 在這一段 就是突顯到它有幾重的性格 第一個就是它跟記者說的時候 跟主持說的時候 這些是假的 其實它有純真的一面 好 接著 第二個性格 第二個性格在哪裏 第二個性格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龍複鴉這裡 在這個龍複鴉的時候 看到它突然間改變 那個性格改變 你看到它很囂 它簡直是把手放在櫃裡 即是主持也切個局 哇 這些東西很厲害 很重 很多東西很重 好 接著它很囂 你看到它這裡 簡直是 第二個人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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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短 這裡突然挖主持 然後很囂 指著 這裡有四兩幾 這個就是第二個性格 也就是貪淺的河太 即是這個新河太 貪淺 被人說的一件事 其實很高的 這個可白 就是 它可能已經是真的有老人千岸 它有一個很 很第二個 即是很固執的性格 但是這個 切天仙局的 新河太 亦都是同一樣 它其實都是有幾重的性格出現 由剛才那個比較單純的性格 突然間就轉了下去這個性格 即是各位觀眾 看回原本當中的影片 接著 就原副 即是很原料自己 這個就是第二個性格 接著 第三個性格 就是 它 即是 真的去強制它自己去哭 即是交氣那些 交氣那些 其實 這個新河太 在這些片裏 我就看到它有三個性格的出現 所以 其實 它的思維是有問題的 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這個 是不是屬於 已經到達了 一個生活逼人 接著要去貪 這樣的事情 轉化 又或者它根本是有一塊積蓄 接著想再貪多些 你知道一個女孩子 都是想 生活安定 或者她 已經受到 那些電視劇的 引誘 即是要過一些闊太的生活 哎呀 自己又不行 還要在街市裡賣東西 她又想過一些闊太的生活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 標題那裡 就是 真是很可悲的 即是 她自己 都不知道她有幾重性格 是的 你看到那個主持就知道 因為主持是正常的 你看一下她看著這件事 到她表現這件事 應該是有兩部攝影機 關閉了 接著剪輯 剪輯 但是正常的人 就是表現得很平靜 但是不會突然說 哇 這件事是這樣的 很穿藥 即是不會是這樣 而這個新的何太 展現第二個性態的時候 就是講一下 其實導演也很聰明 可以剪到這個位出來 很棒 是的 視影師也捕捉得很好 這個真的值得讚 是的 因為同行 這些東西 其實是高水準的 在這裏 他就突顯了幾個 幾個的性格 在這裏 就出事了 這部分就是 主持問他 你愛我何生什麼 他回答不了 其實可伯買了很多東西給我 這些對我很好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根本未知道愛情是什麼 愛情就是你很喜歡那個人 你可以為他付出很多東西 但是這兩個人都不是的 可伯伯就想著付出這些東西 就買個人回來 是 他那條數也算得很聰明 喂 當自己是有80歲 喂 我現在每年給幾乎 就有一幫人服侍我 對吧 然後 但是這個新的何太露餡後 你又說貴了 當然 他很高招 就說喂 賺到錢 喂 我現在是借你 這就是他所說 賺到錢 我會和你享福 這些說真的 這些 是謊話來的 你賺到錢 怎會要一個這樣的老 好現實些去說 好了 在這裏 分析他們兩個 大約是這裏 人家的家事 我借一借他的家事 反映了我們香港 現在是很淒涼的 因為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不是唯一的一個 在這裏 我講講他的影片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由頭到尾 他的影片 可伯就好像沒有親朋戚友 只有街市的人 去跟他說話 當然是勸他 好了 這個 新河太 又是沒有人去支持他的 奇怪的 他沒有朋友 沒有親戚 最後又訪問他兒子 兒子說話的確是很公式 不是很正常 但在這裏影片裏面 我也想發表一下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說 其實 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搞到這麼悲 因為他未來 一定是 全部都會輸 對了 可怕年紀大了 這個新河太 又要面子 難道不照顧他嗎 不照顧他 又千夫所指 對了 但是照顧他的時候 這個新河太 年紀也越來越大 又不行 所以他們 一定會得到一個限制 99.9% 如果以我的經驗來計 都是只有一個限制 一定是一個很悲悲的收場 沒有什麼好 以我的經驗去分析 還有就是 影片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其實我也很想跟東章導演講講 為什麼呢 你找了可白那邊 有人去見證他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你是很想找 這個新河太 身邊有沒有人可以 舉證到他 那樣東西 那你就找了他的兒子 其實 我也是那句 上一代的事情 他們現在做了這件事 其實跟那個年紀 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魔鬼是怎麼來的 就是逼出來的 通常都是魔鬼來自不滿 來自自私 來自他的困境 然後來自他的執念 這樣就產生了魔鬼 那麼 現在這段影片出了街的時候 隨時這個年紀也會變成另一個魔鬼 那麼我覺得這些出街的影片 會不會我們的手法會再做得高明一點點 這個是我有少許良知的說法 因為這一代的事情 不應該影響過下一代 他下一代 我都希望他不會重討覆轍到這樣 因為這些 他媽媽 就是這個新河太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身家還在 但是他應該都是為了生活的安全感 而入魔 那麼這件事 相信 不僅僅是導演、攝影師 其實各位朋友都看到世界上很多 其實自己都有機會入魔 那麼這個我不是幫他們 因為也不值得幫 為什麼呢 即是他們現在是建基 其實不是愛情來的 嚴重來說 即是他們自己認為是愛情 但是我旁觀者看就不是愛情 它是一個買賣 是一個交易 一個有肉體歡愉的交易 甚至乎這些 喂大哥 即是很容易就散了 是不是呢 哪有這麼多真愛 如果有這麼多真愛的話 金融的小說 裡面神之俠女就不用那麼受歡迎 當然這個世界就是想尋找多些真愛 但是很多都是不行的 即是不是真愛 例如這些 你說是不是真愛 我就說 嘩很問 好了 各位朋友 接下來下一條影片 就是我會回應周繼生先生 還有印尼先生 也有些粉絲回應了我 不過在他YouTube 他的功能就是有些 有些有攻擊性的言論 他就會減掉 我會回應他們 我亦都很公平 就會是 我會講一講周繼生的歌 恩尼的歌 希望可以喚醒他們的初心 無論如何 我們下條影片見 接下來我會一路講電影 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音樂 甚至乎我會講很多有潛逼的歌手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這條影片真的比較長 不過我真的想一條過搞亂他 就不想拍多一條 就算他有續集 如果未到最差的階段 我都不太想說 這些始終是負面的 就留給社會去批判他 或者希望他成為神雕俠裡的楊過和小龍女 我們下條影片見 多謝大家支持 Thank you